这就是为什么赵瑞会得到新疆南篮三年的顶星合同 这就是今年夏天中国南篮表现最好的球员赵瑞 在新疆南篮的首秀中 拿到21分5个篮板3个助攻一个抢断一个封盖的数据 和新疆南篮合练根本就没有几天 但是上场之后既上既能用 还有很多球迷不适应赵瑞穿着这身新疆队的球衣站在SV的场地上 但对于新疆球迷来说太幸福了 赵瑞看着太顺眼了 在第一节还有7分22的时候 历史性的画面产生了 赵瑞穿着新疆南篮球衣上场征战CBA 由于赵瑞到队磨合的时间比较短 这个夏天新疆南篮又增加了很多的新面孔 所以在常规赛的第一场比赛中 新疆南篮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 可能让很多新疆球迷不太满意 但在全队状态低迷 被江苏南篮始终压在下面的时候 赵瑞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突破到内线 他在新疆队的首分就是伐篮得到的 连续两次制造杀伤 四罚权重拿到了四分 他的第一个运动战得分是 麒麟抢断之后给到快攻下顺的赵瑞 赵瑞得到了自己在新疆南篮的首个运动战的得分 还没有完全融入新疆南篮战术体系的赵瑞 已经可以打出如此惊艳的表现 相信在后面和新疆南篮的化学反应越来越好的时候 赵瑞能帮助新疆南篮走得更远 自己的得分表现也会越来越好 刚才这个途径很好 里边球 肩上球 这球肯定不好意思砸在自己腿上了 新疆队这边在外线调整一下 让赵瑞休息一下 好球 这球呢阿布倒是客气了没打 赵瑞休息一下 抽筋了 赵瑞休息一下三分 赵瑞 内线啊 真是能力啊 冲进去之后再加二级 我老板再打住 打烟雾 远端有机会对 因为李如同这个复位太慢了 导致底脚过来轮转的队员没办法 不太跳 底盘站的比较的北 哇赵月厉害 赵月三分球 一突一分 好的干扰球了吧 对看干扰球了 还在戴维斯呢他也不打低位 坚决望迷冲 犯规 厉害